國民黨已經擺桌的態度就是反正應戰嘛 就直接熱戰熱打熱就是這個樣 包括馬英九 馬英九是在禮拜天去昨天去 昨天去了 對那個場面那個場面還有所有這些狀況 對國民黨來講 包括後續因為我印象當中好像憲國長市長有講說 後續每個禮拜都會有一些人來都會有大咖 都有一些強將來 所以確實就這樣往下走 跟他拼了 OK 很單純啦 就是我講過罷免市長OK 但是理由要看充不充分 那對於綠營而言可能覺得他們理由很充分 但對於藍營而言覺得罷免謝國良根本是沒有道理的事情 既然有這種想法 藍營從上到下大咖都出來了 這個七月二十一號贏過去了 就是前一天的昨天的禮拜天 好不好 馬前總統特別的去幫謝國良 我講過了 不只是握手會 不只是站在入口接響 還掃接 對 掃完去之後呢 認真掃完 下午呢接棒 下午是雲林縣長張立善 以及嘉義市長黃敏慧 所以繼續的幫謝國良市長來加油打氣 包括有一些相關的一些活動 所以看到沒有 馬前總統跟謝國良市長握得多高興啊 什麼死亡之握 沒有這回事好不好 勝利之握好不好 馬前總統跟謝國良市長握完之後 他就當選 轉運嘛 轉運轉運 時代不一樣了 現在不一樣了好不好 所以呢 下午多高興 所以國民黨高層原則上就是 不是原則上就決定就是挺到底 挺到底沒有什麼好說的 而且不只是馬前總統哦 接下來就我們所了解到了 從南到北 北部說謝氏首長 侯友宜市長 然後馬英九市長 馬英九前總統 馬英九前總統 侯友宜 蔣萬安 蔣萬安 然後還有那個張善政市長 還有盧秀苑市長 接下來都會去基隆幫謝國良市長 來加油打氣 我看媒體上報導 你們把柯文哲也列入可能的 在未來能夠幫助的大咖之一 是嗎 其實是啦 哈哈哈哈 這沒想不說 對是沒錯 但是柯文哲市長會不會來 我老講現在還不是那麼的確定 OK 因為畢竟柯市長本身現在狀況也很多 他生日還沒到 不曉得 哈哈哈哈 不曉得他會不會收到什麼生日禮物 還不清楚 對 所以我們希望柯文哲市長 不曉得行動自不自如 對 所以柯文哲市長先度過他的難關之後 我們再來討論有沒有機會藍白做合作 好不好 所以當然啦 可是我們想法一致的 藍營除了上到下 全力支持 友軍能夠願意來協助我們 能夠來站台的 我們也是保持歡迎的態度 那接下來就是希望 罷免謝國良這個事件 就是大家都君子之爭 綠營有綠營的想法 藍營有藍營的想法 但是不要用一些奧布 讓整個罷免事件 能夠用民主的方式來完成它 我相信才是民眾的期望 我有心講 我覺得整個 謝國良跟國民黨團隊 就是雜亂無章 我說實在你們從上到下的所有的定調 我都認為你們很想讓謝國良被罷掉 因為找馬英九是很奇怪的一件事 為什麼 基隆人其實有了解政治 跟老實講有關心藍綠版圖的 其實對於馬英九是恨之路骨 來我第一個 馬英九高舉誰的雙手過 基隆過去的幾個市長 許財力貪污被判七年 馬英九高舉誰的雙手過 那個另外一個張通龍 官說被判一年八個月 馬英九選舉的時候 對基隆最大的政見是什麼 三都十五縣 大概還記得了 基隆要變成直轄市了 北北基要變成一個超級大都市了 比北紐約倫敦的超級大都市 當時他都記得了 他在哪裡 就是說你今天馬英九起手是 今天到現場去 我說真的 你們如果今天要拿森蘭 你找韓國瑜有道理 你今天要拿跨過中間選民 侯友宜盧鶴宣演有道理 就起手勢是找馬英九當第一棒 這是很奇怪的事情 再第二個謝國良 他的節奏現在做法就是 大主軸是要沒收這個罷免 所以包括韓才會講說 之前從一萬三千份 說寄信給你 你不回我就把你剃除 後來被兩萬份 到現在最新啊 我們看預算書有圖有真相 所以我講嘛 預算書 基隆市長罷免提議人名測連署人 查對經費估算表 郵寄費幾份 兩萬五千份 兩萬五千份嗎 所以現在講不對 不是兩萬三兩萬五 因為你不然你郵寄費 為什麼需要兩萬五千份 辦理寄送罷免人連署名測查詢單 郵寄費 所以你自己寫兩萬五 當然現在基隆講沒有啦 預算編兩萬五 不一定是兩萬五啦 不是 你自己講的話要聽得進去嘛 那不然你剛剛寫兩萬五千份 所以策略上 戰略上是要沒收這個罷免 他讓他剔除掉就OK 可是文宣宣傳上 為什麼還是講雜亂一章 他的做法就是找一堆 國民黨的候選人 然後市長 然後來幫他站台 比方說黃敏慧來 然後那個這個法英九來等等 然後他們在現場都一個主軸 就是挺善良 謝國良是一個善良的人 罷免掉他是一個沒道理的事情 就是說 這個主軸跟謝國良你現在幹的事情 你善良嗎 你善良的人會把人家罷免要沒收掉嗎 比如說這個媒體形象嘛 那個兩邊那個罷良團體那些年輕人 跟謝國良看起來是比較善良 我大家各有一把尺啦 再來第三個 其實會有很多無妄之災 因為你接下去會濫殺無辜 這幾天穿上一個插曲 就是說在基隆夜市 然後說有個攤商 用了一個看板 然後上面就寫反對為罷免而罷免 然後這個攤商姓謝 後來有承認是他弄的叫謝文賢 那在攤商後來對媒體就講說對他偏藍 可是他覺得這個罷免沒道理 但後來就引發真意 就是說包含你是個人名義沒錯 那為什麼不自己提在你的店門口 你是用這一個夜市的這個LED 那後來你講說沒有 我們這個自治會沒有經過決議 所以不會有人支持 不會有人反對 那不是那為什麼可以用 所以後來就引發這些很多爭議 所以我覺得為什麼會搞成這樣 有個核心的點就是 謝國良市府團隊 沒有讓這個公民行使的罷免 全讓他公平的往下走 其實老實講 今天已經連署到四萬多份了 所有有一點政治政治都知道 就是最後對決 兩邊兩軍對峙 可是到今天為止 謝國良還在做一件事嗎 他要把這個罷免要把他沒收 不然他不會寄這個 那個要你回信的信給你 然後跟你講說你沒回來 就算是剔除 那說真的 本來謝國良可能沒事的 你做了這動作 其實輸的機率就會高 我想補充一點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這個事情實際上韓國瑜 事實上罷免的時候也發生過 對那時候是高雄市雄委會 這回是基隆市雄委會認定的那些 就是某一些資格 他認為是不合規定的 如果你沒有寄回來 對他會認為不合規定的 所以寄出去給他們那個 高雄只認兩千份 對沒有 我的意思說他是他認定是認為 那些要寄回來才叫做合規定 對 但是這個提案本身而言 最終的決定者不是基隆市雄委會 是中央雄委會 所以當時也是高雄市雄委會認為要寄回來 但中央雄委會認為不需要寄回來 所以最後以不需要寄回來為定論 但這回是基隆市雄委會認為要寄回來 然後已經把他的想法寄給了中選會 中選會沒有反駁這個講法 所以這最奇怪的 中選會這回目前還是認同了 基隆市雄委會的做法 所以既然中選會是認同的話 代表了基隆市雄委會並沒有刻意的 要去找罷良人的麻煩 而是連中央都贊同了 所謂的基隆市雄委會的想法 所以冠廷就要我確定一下 沒有中央沒有中央 我跟你講他沒有他沒有 他沒有核心給他 中選會沒有核心 反駁了基隆市雄委會的想法 這按照所有的慣例跟他做法 第一個沒有任何法令規定說 如果人家連署完 然後你認定說這個可能有問題 寄給你你沒回信就把他排除掉 沒有任何法令規定 第二個實質上 這個動作就是要逼這兩萬多份裡面 每一個人都要連署兩次 因為我接到信 我今天人家在外縣市 我在國外 我只要沒有回你 你就把他剔除 邏輯上也是沒道理 再來第三個 謝國良如果真的幹這件事情 最後是連韓國瑜都不敢幹的事 他也幹了 謝國良你要想清楚 如果謝國良幹下 連韓國瑜都不敢幹的事情 我認為後面後座的理論非常非常大 這樣第一個 基隆市選委會跟高雄市選委會 跟謝國良韓國瑜沒有關係 不是他們來阻止的 但我還是要講個重點 就是最後的決定權 是中選會來決定 這非常重要 要到以目前的狀況 以中選會沒有回應 基隆市選委會的狀況而言 現在就是必須要有回函 如果你不回函的話會不會提出的 所以我來講 既然之前中選會在韓國瑜市長 那個時候他是要求不用回函 現在中選會卻不講話默認這個事情 那中選會的標準是什麼 是他認為需要回函還是不需要回函 或者是他認為 罷良應該要成功還是不成功 我覺得反而是中選會現在必須要講清楚 因為現在大家都說 民黨都說這是特例 以前本來就沒有這規定 沒有真的沒人這樣搞過 對 但問題是 只有謝國良這樣搞 但問題是 不是 我重點是 我重點是中選會出來講 可是你們幹嘛搞一出 以前從來沒人這樣搞過 都常用法令哦 選拔法沒有因為這條修哦 高雄市搞過 沒有啊 高雄市沒有這樣搞啊 他也是這樣提出來 是被中選會拒絕了 你懂以上都是一樣 沒有 你就知道不能這樣搞了嘛 你知道不能這樣搞了啊 所以當時他一千份沒有認定啊 而且我跟你講 你要看當時高雄選委會也講一句話 他說因為這樣子我沒辦法認定 所以高雄後來這一千份他就算了 那為什麼謝國良現在硬要 而且比例數字差這麼多 然後你現在硬要中央來認定 沒有我支持啦 沒關係 這最後輸出同歸啊 這簡介事情 范老師 因為謝國良有中天會講一句話 如果要是發生破倉效應的話 往後真的後果不堪設想 意思就是說 基隆可能不是第一站 如果要是基隆這一站 對藍營來講挺不住的話 未來可能包括到了明年二月 那個大罷免時代就會真的來了 所以某種程度 如果把它塑造成 這個是藍營最重要的第一站 這一站過逃鬼新丟鬼 這一站如果挺不住 後面就如骨牌一樣 並敗如山島 如果塑造成這樣的話 會不會藍營總統緣 我覺得今天國民黨把它搞成就是請全黨之力來保謝國良 我覺得他是把這個仇恨值升高了 因為馬英九在臺灣 我相信當然有人喜歡他 但是他現在他的很多兩岸的立場 甚至他說要相信習近平這些話 恐怕就不是一般的年輕世代可以接受的嘛 所以我覺得然後你到時候要找什麼陳玉珍啊什麼這個徐曉昕啊 王洪威來 我覺得那個也是讓覺得也是會增加仇恨值 所以我會覺得就是說其實罷免案他就是要降低仇恨值 我看起來他是逆勢而為 而且我覺得你都找些外地的人來幫你站台 沒有用嘛 你應該是我們高雄是組成一個支持 我是發 metsแ過え楞 其實鐵限過 高雄扯機麥做得很好 絕對不會瓦免的問題 雞龍對我們全民對不對 但是他永在謝國良對不對 歌功 Chevro 太棒了 我們一定要他繼續留下來 當我們的市長 沒有欸 我覺得反而 view kirong市民是很冷淡的 在看這件事情 如果你真的正積在一年再一年多來 正積真的是正積匪然的話 那為什麼沒有市民站出來支持你 而且都是靠外面的人進來 那對去那規劃 Steve 來講五感 你找那個什麼其他執政縣市 基隆市民也不認識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最根本的問題 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大家覺得你藉由基隆市選委會 在進行這個反罷免這個案子 再找麻煩 這個印象如果出來的話 會激發更大的憤怒之 因為大家會去拿 這個當初三年前 是應該說四年前的時候 那個時候韓國瑜的罷免 那為什麼那時候 韓國瑜罷免的時候 他的不合格的建樹 現在竟然是什麼 是基隆是高過當時高雄的一百倍喔 那你要告訴我是 是這個基隆市民的數值那麼差嗎 有出現那麼大的錯誤率嗎 然後高雄市民的錯誤率比較小 而且你要知道 這一次他們其實基隆的這個 推動罷糧的行動 他們真的是對每一張的這個 罷免的連署 他們都有做檢查過 所以我會覺得這會就 會跟大家的判斷 就覺得不可思議啊 那經過了四年 難道我們罷免的這個經驗 應該更豐富嗎 怎麼會這個不合格的這些罷免票的連署 增加到這麼多 然後你還現在還用到第二預備金 將近一百萬以上 而且大家找到很多都不可 他寄給對方是用雙掛號 就一定會收得到 可是你寄回基隆市學委會 是平信 那就很奇怪啊 你要嘛都多雙掛號啊 雙掛號比較一定送得到嘛 到時候如果我連我收到這個信 我苟選我寄回基隆市學委會 我可能學委會收不到 收不到他就說自然連署沒有用 那你就不公平嘛對不對 你要寄平信都寄平信 去也寄平信回來也寄平信 為什麼去的時候是比較嚴謹的 終關話回來是平信 這就讓他覺得你學委會在幹什麼呢 然後第二預備金是做什麼用的 是我們救災救難的救命前 這個禮拜颱風就要來了 那會不會這一百萬就是至關重要 就你因為你用 你為了要讓這個罷免的這個票數少 你用很嚴格的方式去汰除 然後有了這兩萬甚至兩萬五千 然後花這麼多的郵寄費 讓這麼多國務員加班 這個變成是在幫助你謝國良市政府嘛 你就讓這個罷免案成不了案嘛 過不了第二階段的門檻嘛 那他就會出了這麼多貓膩 那這個會更加讓基隆市民憤怒 我是覺得啦 因為現在那個印象已經出現 而且他找到很多證據 那我覺得謝國良 你真的如果硬是蠻幹下去的話 就算第二階段沒有過 大家還會再發動嘛 再繼續努力嘛 因為大家會覺得 你怎麼可以這樣亂搞 而且好啦 就算這次罷免案你通過了 兩年後的你要連任 我敢保證謝國良不可能當選 不過我剛才講到 所以馬天特有去 我先說好不好 這個才是正確吧 反惡霸挺善良 好不好 我要先講 不管最後你要不要罷免謝國良 或你喜不喜歡謝國良 但是我還是強烈非常不欣賞這種做法 因為尤其是他的側翼團體說 他們是用詭諧的方式 接下來拜託 防惡霸挺善良 所有藍眼之者站出來 到基隆去 支持我們的謝國良 才是最好的選擇 OK 謝謝